Hello 大家好 我是SnapRAS的高中中文老師哈利SIR 又回到實用作品集MIRROR系列 各位知不知道4月有什麼大事呢? 沒錯!就是姜濤的生日 今集我就會和大家講一下姜濤的故事 究竟她憑什麼打斃謙公 連奪兩屆戚餐樂壇我最喜愛的男歌手 在她的故事又如何學到人物描寫 想知道的又繼續看下去 阻礙你 如果你是DXC的學生 又覺得我的中文技巧實用 就按下面info box看我的免費試堂片 看完才報讀我的DXC網上課程都不遲 可以無限循環 我們先簡單看看姜濤的經歷 她小時候是個肥仔 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中學的時候更加因為這樣而受人欺凌 她至少欠這個自信 很慘 後來她在訪問時 她指出當時自己的性格也很有問題 例如人家拿她的肥子開玩笑 她就會非常認真去對待 我心想你被人笑當然會很生氣 但因為她這種性格 這種特點令到不少人討厭她 更加是認識到朋友 當時她心軟的女生說了一句 我是外貌協會 又令她深受打擊 決心的膽綁 就是這樣 決心改造成功後 她就淡粗去了一部音樂的選秀節目 快樂男星2017 並在港澳台區的選擇賽中勝出 成為四位代表之一進入全國賽 可惜只有三十強之步 但她沒有放棄 後來參加了全民造星 以大二姿態奪得冠軍出道 英俊的外表令她在面試時被廣泛討論 連花姐也被她迷倒 而之後她更加是吸粉無數 奪得多個歌手獎項 成為香港的風雲人物 連銅鑼灣也要說名為姜濤灣 真是多厲害 好簡介來到這裡 接下來又要看重要的東西 就是作文 在作文方面 我們要經常塑造角色 更加要寫得有深度 那怎算好呢 因此我由現在示範創造姜濤這個角色 和大家討論當中的心奴歷情 大家知不知道什麼叫人物描寫手法 現在又提提大家 人物描寫離不開外貌動作等等 例如雪白的肌膚 烏刻的手法等等 這些大家都懂得寫 而真正分架的位置 就是對人物內心的理解 今天我會和大家講三個重點 第一就是角色的處事態度 第二就是解構心路歷情 第三就是嘗試帶回角色的感受 首先一個人的性格 處事方分等等 其實和她的成長背景不無關係 剛剛我們說過 姜濤因為她的身形而被人排擠 但是引致到參賽初期 她也同樣受到那種自卑的心理影響 她的影響是什麼呢 就令她遲到缺席等情況很嚴重 有一集的節目 有參賽者直指姜濤遲到這個行為 是非常不負責任的 姜濤怎樣呢 她們自應吾以對 很久都沒有作出這個回應 大家怎樣 就以為她是自應理規 所以就不出聲 這個時候 花姐就出來為姜濤解話 就說她因為學校的考試而遲到 但是姜濤因為自卑和不擅長和人溝通 就宣佈了默默承受一切的指責 可以說是非常慘的 我們回到作文 從以上的例子可見 創造角色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到花姐的角度 由角色的成長背景入手 又想想一個人面對這麼多的誤會和指責的時候 為什麼她都不出聲去解釋呢 當我們對角色的處事態度 行為舉止等等有所令悟 對你閱讀和作文的時候 寫一個故事前節 都是無往而不離 人物描寫的第二個重點 就是解構人物的心路歷程 用回投資的例子 當姜濤遲到而被人紮備的時候 為什麼她會沉默呢 因為她一向都是其他人嘲笑的對象 所以她會感到自卑 不敢表達自己的想法 我們再想深一層吧 第二個原因可能是她中學的時候 經常受到不同人的敵意 所以當別人對她的攻擊的時候 她心底裡也有一份不洩回應的態度 覺得其實我都不需要和人解釋我的行為 你們想念就怎樣 阿Sir剛才提到閱讀這件事 其實學懂這個技巧之後 在閱讀卷也同樣有作用 我舉個例子 留在2018年閱讀理解篇章 《孤獨的理由》中 問到為什麼一向沉默的外父 和別人介紹自己的識負的時候 竟然會感到很緬甸 所以你解決別人的心路歷程能力 是非常重要的 在我們中文科 這是一個必要的作用 來到喝一秒式的最後一個重點 就是嘗試導入角色 姜濤在成長階段幾乎沒有任何朋友 當時自有阿堅放工在維園打球的時候 就在球場上見到一個肥仔 也是未成名的姜濤 但又不知為什麼 就和他一起打球 漸漸兩個人成為好朋友 但不幸地 阿堅在2021年離世 姜濤就以《Dear My Friend》這首歌 來悼念他的兄弟 在奪得我最喜愛的歌曲大獎演唱的時候 他網向天空說了一句 送給你 當時已經感觸到熱淚型框 演唱到後半亦失聲痛哭 一度唱不到下去 聽到這裏 相信大家都對失去自由的姜濤感到可惜 但竟然有網民去評擊姜濤的作品是消費忘油 令他再受打擊 在這時候 其實阿Sir都覺得大家要去代入他的心境 試想像一下 對於至少沒有朋友的姜濤來說 主動結束他的第一個朋友 地位一定是無比重要的 雖然姜濤的確是憑這首歌得獎 但為什麼他想憑歌悼念忘油的心不可以是真呢 阿堅有姜濤還是一個肥仔的時候 就一路陪著他 走過參賽巨星 再到成名的日子 阿堅一直都沒有變 沒有因為姜濤成名就和他保持距離 始終都當他是當日在維園初見 好試波的肥仔 相信這段的經歷 如果擺在你和我的身上 都會同樣視阿堅為一身的自由 在作品的時候 我們可以將不同人的感受 例如指責 誤會等等 共野一路 令到文章更有血有肉 充滿不同的人情世故和處事智慧 將意出考皮谷所說最上品的文章要怎樣呢 是要超越中六學生的眼界 可能姜濤在不熟悉他人的心目中 會有靠著外表獲得粉絲的負面感覺 希望大家聽完他的故事之後 可以真正認識這個努力欠虛的歌手 今天時間到下課了 想知道下課我會介紹哪位的MIRROR成員 想知道的就要繼續留意我們的節目 還有記得like and share subscribe我們Snap Us的YouTube Channel 我們每個星期都會出新片 下條片見 拜拜 就可以學會日校教足一年的內容 輕鬆緊貼的考進度 錯過了的課堂可以重溫自行安排 上課時間 還有精美筆記練習 同學可以先上上課 先下看Notes 由今日開始打好跟機 及早為高中和DSE鋪路 現在NOTV都是上課我的常規課程